是因为现在还在执行任务的这个需求 所以现在还不能够就是面对媒体吗 对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对您而言 您现在心里面可能最担心的是什么 可能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家里边的人吧 就是我的父母还有孩子这些 张沐也云南省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 成为缉毒警察的九年时间里 他多次深入贩毒网络内部进行化妆侦查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我们要对画面和声音进行处理 因为禁毒工作也不方便和家人在社会上去长时间或者是公开的陪伴 是吗 九个年头这样我就觉得积极总结一下 就觉得对家里面的人的亏欠非常大 基本上很多时候呢我都不带家人了嘛 出现在公共场合 包括小孩就是带他去那个广场游路场 既然去玩我都不会带他出去 家人的牵挂着你们 你们呢又在担心着家人 其实是双向的一种这样的承受和付出 对 有些时候呢 我自己一个人出去上步啊 都 都比较担心 可能是也是自己多疑吧 基本上上步的时候呢 就是 走五步路都要回头看一下 看一下后边是不是有人在跟着你啊 怎么样的 那怎么挺过这个煎熬呢 只能说是给自己做个调整吧 因为毕竟这个职业是自己的选择 自己选择就要必须走下去 九年中 张牧野个人提供线索 共侦破毒品案件两百余起 参与侦破案件三百零一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两百余人 缴获各类毒品累计达一吨多 收缴毒资三百四十四万元人民币 先后容力个人二等供一次 三等供两次 个人嘉奖三次 并多次获得公安系统 侦查破案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成为缉毒警察之前 张牧野曾经在基层派出所工作 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你在派出所呢 就都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然后我这个人呢 就还是比较有点热血那种 就喜欢干一些这种 轰轰烈烈的事情这样 张牧野加入的景洪市公安局 禁毒大队成立于1982年 是我国最早成立的 缉毒警察队伍之一 2012年张牧野成为 缉毒警察的前一年 景洪发生了一起轰动云南的 持枪拒捕案 当时抓捕组在景洪的一个小区 与毒贩遭遇 毒贩开枪拒捕 冲在最前面的民警 柯占军被击中 倒在血泊中 仍死死抱住毒贩 2012年2月26日 在景洪市猛乐文化广场 几万群众自发到场 为年仅30岁的柯占军送行 之前我们也看过 景洪很多 因为禁毒受伤也好 牺牲也好的案例还有事迹 你之前加入这个禁毒大队的时候 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吗 考虑过这一点 所以说当时我加入这个队伍 也是忙着家里边的人 如果当时家里边人知道的话 肯定是不会同意 我来禁毒大队的 什么时候才告诉家里人 你的工作调整了 他们知道的时候 应该是一年以后 因为我前面是 在乡下的一个派出所 以前就不经常回家 然后后来 我来到这个禁毒大队以后 可能就回家的次数有点频繁 然后他们就觉得奇怪 后来就可能就问我了 我想反正也来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必要在隐瞒家里边的人 就跟他们说了 那家人的态度呢 家人态度刚开始也是比较 比较抵触 后来慢慢的 他们也是看到我 我这么坚决了嘛 后来更多的可能就是理解吧 击毒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让击毒警察成为警察中的淫者 成为淫者不仅是为了自我保护 更是为了工作需要时化妆侦查成为卧底 2019年张牧野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有贩毒集团要出手一批几百公斤价值超百万的毒品 经分析研判后 张牧野向禁毒大队领导汇报了该线索 大队领导要求他继续跟进 怎么介绍 在进得上级领导同意以后呢 我们就成立的那个中央组把 然后呢就安排我去卧底 前三线以后呢我就我就进去了 去了以后呢 对我就各种试探 各种反正各种询问 取得中间人的信任是卧底的第一步 这一步需要丰富的经验 至今张牧野还记得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情景 跟我的一个老民警 也是我的师傅吧 跟他第一次进去化妆侦查了嘛 看到紧密毒发过来跟我们接触 但是我的手都是抖的 是紧张吗 内心里面紧张 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了嘛 但是看我师傅呢 他又从容又比较镇定 第一次执行任务那么紧张 然后也没经验 执行的顺利吗 主要呢还是我的师傅那个老民警 他在跟对方接触 我在旁边呢可能就是当一个马仔之类的 后来那个案件中也有失败 是什么样的一个执行的环境中出现了问题 导致了失败 有些时候呢说话呢可能就有点像警察说话一样 有点光方 后来呢就对方就怀疑了 对方怀疑我以后呢就是说打电话来骂了几句 然后后来就这起案件呢就没有做下去 相当于线索就断掉了 对就断了 那时候会有一些 比如说遗憾或者傲丧的这种情绪吗 那个肯定有 因为你说每一切案件的获得 它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到这个关键点上 因为自己一个细微的动作吧 就把这个前期的这些所有的付出 全部都泡回了泡影了 对于卧底的缉毒民警来讲 想不出差错改变是全方位的 张牧野首先要过的一关 就是改变自己的形象与气质 很多警察都是通过这么多年的训练 让自己身上具备警察气质 但是禁毒民警要经过训练之后 让自己放下警察气质 这个过程挺复杂的是吧 对因为呢我呢前面呢也是在警校里面读到大学 给自己呢训练出来 比如说一身正气吧 一出来就一看一眼就知道我是警察 但是后来来到禁毒以后呢 又正好又相反又反过来了 这个挺难的吧 刚开始的话是比较挺难的 因为你要想办法尽量的去遮盖这些特点 但是呢要伪装假装成毒贩子或者是犯罪分子的时候 可能你要承受的不管是心里的煎熬还有外人 社会上其他人对你的目光 这么一路走过来觉得值吗付出这么多 我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你说抓了这么多毒贩 然后缴了这么多毒 我觉得对我们的人民也好 国家也好 我觉得是值得的 2019年张木爷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基毒民警 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卧底尖刀 在取得中间人的信任后 幕后的老板提出要和张木爷单独见面 这次见面是双方是否交易毒品的关键 但是见面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曲折 如果你要见这些大佬的话 没那么简单的 后来呢约定好见面的地点以后呢 首先呢就给我那个受伸 看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 电话手机那些都不让带 确定我身上没什么东西以后呢 就那个就骑着摩托车 就带我呢到处走 首先呢穿过那个边境的那些村寨 然后又走那些山上小树林 然后绕了几圈以后呢 就他们发现安全了 没有人跟踪了 最后呢才会把我带到那个地方 我在那里差不多等了十分钟左右 就来了一辆皮卡车 那个车就直接就开到我面前 还有面前以后呢 就车上就下来三四个人 身上的腰间呢都都挂了那个手枪嘛 你当时一个人身上也没有带防身的武器系 因为我也知道做这行的都是这样 你要去见这些大佬的话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的嘛 你不可能带刀啊带那些武器的嘛 枪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对方有枪也有武器 你一个人什么都不带 一旦发现你有问题 怎么办 其实我们双方都是在互相的评估 在互相看对方 他们在考验我是不是警察 我也在考验他们这些人 是不是真心的 也是互相在做心理仗吧 在做攻防仗了嘛 结束以后呢 他也觉得我没问题 后来呢才准备了下一步要怎么交易 可能一个细节要是出问题的话 在那种荒郊野外的地方面对的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如果是暴露的话 轻一点的话可能把你打一顿 重一点的话就可能就是把你枪杀了 在张木野孤身莫底的这些年里 他曾经遇到过被毒贩识别出来 发生枪战的危急时刻 这个也是我们队上呢 也是在侦办一起跨境的武装放毒案 因为我们收到那个情报以后呢 我们就对那个情报反馈的 那个毒品交易的地点 我们就去侦查 这个时候呢 可能对方毒方呢 他也是来侦查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两边呢就遭遇上了 因为我们去侦查的时候呢 人是分散了分开的 遭遇以后呢 有一个毒贩就掏出手枪 就顶在我的胸口 我一看到这个情况呢 情况不妙了嘛 我就呢 一把推开 就开始跟这个人呢 在就抢夺他手里的枪 对方的同伙嘛 有一个人看到了 然后那个人也拎了枪 又上来帮他的这个人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那里 就扭打在一起 然后我的那个腿部呢 就不幸地中了一枪 击毒意味着在生死边缘行走 2016年11月4日 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在景洪市景哈乡破获一起 特大武装贩毒案 抓捕过程中 毒贩开枪拒捕 张牧野的师父 禁毒大队副大队长 李静忠 紧不中枪 忠因伤势过重 应有牺牲 你当时和师父在一起是吗 对 当时我跟他在一起 我是亲眼看着他 重当倒地的 当时那个鲜血呢 把那个地上呢 染红了一大片 那种场景应该对你 带来很大的冲击 当时我自己心里面呢 就暗暗地发誓 我一定要对这些放毒人员 要让他们神之以法 但是你刚才谈到 像李静忠警官 马战军警官等等 他们的牺牲付出 我不知道对你们这些 极度民警带来的是什么 加强变放吧 这种危险呢 我觉得随时都 伴随在我们身边 当时你说他们 对于他们的牺牲呢 对于我们在同一个战线上的战友 还是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伤心 你说干净毒的 哪里有什么平平安安的 哪里有什么一方风顺的 都是到口上填血的这种 受过伤 目睹过牺牲的张木爷 顺利通过了和老板的见面 这意味着案件的侦破 有了八成把握 但是让张木爷没想到的是 毒品交易地点的选择 力经反复 这个应该是双方都谨慎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也是要 要他们 对他们来说安全的地点 那我们呢 我们也是要 我们安全的地点 双方就不断的 那个 展开拉锯站 也有很多案件就是因为这个地点谈不拢 后来就案件就 就失败了 但那个地点呢 也是仿佛的抽伤了四五次 他们呢又要求我到那个边境线上去接 边境线上全是那些树林 全是那些山脉 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利益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 那个地方又太危险了 那你怎么交涉 后来呢也是跟他说 我不敢去接 我说能不能再换个地方 换个稍微人比较多一点的地方了嘛 当这个交易的 确定这个交易的地点呢 可能就躺了两三天 后来呢 他们也看 也看我这边态度比较坚决 最后呢 他们也妥协了 警察办 真正失望了一天 有没有超出我们的预判之外 就是说现在这个案件呢 唯一的也有一个有点遗憾呢 就是这个后组呢 他们又亲自到现场 整个中央组想着是把 他这个整个跨国武装放毒的整个网络 被他连根拔起嘛 然后呢 唯一的遗憾呢 就是这个人没来 在这起特大跨国武装贩卖毒品案的现场 进毒大队缴获毒品超过了100公斤 该案是景洪市公安局至今破获的 最大一起贩卖冰毒晶体案 从你卧底到最后收网 大概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差不多应该四五个月吧 当案件真正收网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任务完成了 整个的自己的状态 可以缓冲休息休养一段 这个案件你说虽然最后是完成了 但是呢 只要说是这个毒品不绝了嘛 我的这个工作呢 就永远不可能说是完成 但是其实你看对做禁毒警察来讲 即使立了工收了奖 可能还是要寄计无名 你自己再去看自己的这个职业的时候 会觉得还会有那么的价值和意义吗 我觉得这个职业的价值本身就不应该 就是说你立什么工或什么奖 我觉得那个价值就体现在 你对人民的这些保护吧 那其实这么多年做嫉妒警察 可能平时和家人也不会去沟通这些事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有时候让你想对家人说一句话的话 您会平时最想在心里去表达什么 我们队里面呢 好多那些老前辈吧 想说的东西呢 说出去的又怕家里面人担心 所以说呢 很多的人呢 就是说写一封信吧 也有可能说是 一言这样嘛 那我们不谈这些 信上这些 大家不开心的话 如果说其实让你对家人真正的 干了一件 干了一件 轰轰烈烈的事情 自拥有怎样坚人无双的勇气 好 才能面对所有人的悲戏 相思而生 逆行之旨 光照世人伤痛埋在心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